那到最後終於阿伯 他的副手搭檔確定了 是吳新瑩星光的長公主 那很多網民就開始講 果然阿伯愛錢 阿伯缺錢 阿伯沒有錢了 所以一定要找一個財團 然後之前對於財團的態度 都不是很好 財團就是拿著刀叉吃人肉 比較優雅 但是一樣吃人肉 現在也是跟著一起吃 其實阿伯心裡苦 你們不知道他苦 否則去登記怎麼臉那麼臭 對不對 錢也找到啦 選票也有啦 然後一票人支持你 應該很開心 你看他的臉 真的很像 多年以前看到陳靜新的長相 心不甘情不怨 然後就告訴你說 要不要吃雞腿 不要 撈兩枚 Why 然後呢 好啦 我就去選 你有這麼難過嗎 應該很開心 至少學學侯友宜 你笑也假 笑笑得很爽嘛 對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昨天那一場 我看的超爽的是什麼 你知道 超爽 侯友宜 終於恢復探長的本色了 你知道嗎 柯市長 要不要認罪 我認罪 我是最強的 陳唐政公要不要我唸 可以唸嗎 可以唸嗎 可以 柯問哲說 你可以不讓我 唸的時候我就生氣了 唸完以後就告訴你 我其他都沒聽到啦 什麼都沒有聽到 只聽到說 那個他要你給他一個下台階退選 他就是郭台銘 還怕人家不知道喔 而且大家可以注意 旁邊有一隻手拍一下侯友宜 叫他解釋清楚 朱立倫 朱立倫 我有看到 那個 郭台銘不要忘了講 否則人家要忘記是郭台銘 講完之後 郭台銘心一想 你念你的陳唐政公 怎麼害到我 連 郭台銘的臉立刻 當時第一時間 賴佩霞就上來了 我們先講 對 要尿尿 我們先講今天 再回過頭去講昨天 今天我告訴大家 這個20億準備好 沒問題啦 星光小公主 就可以支持你柯文哲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 今天打這麼寬的條領帶 對 這麼寬 告訴你 心寬了啦 原來有 我最擔心的錢沒問題了 看到沒有 我原來是睡庫拿來當領帶 對 我的領帶有夠大條 你知道嗎 我比不過你 我領帶比過你 誰能比我大 對 領帶最大 下次叫他包餐巾好了 這個吃飯桌可以拿起來 對 所以你看20億準備好了 真厲害啊 網友其實提出很多質疑 真會著 選舉經費有著落 網友已經看穿他了 臉不要那麼臭嘛 又不缺錢了 臉幹嘛那麼臭 柯文哲說 我自己是新定位 但是因為老朋友 他就剛好很有錢 我選到的對手 也剛好很有錢 我也不願意 他就這麼有錢 對不對 所以我打條寬理 來告訴你 我很大 然後柯文哲 正人剛才很高雅 2015年的時候 用刀子吃人肉 我告訴你最討厭財團了 用刀子吃人肉 你不再吃 你現在吃得可爽了 對不對 柯文哲在2019年10月講什麼 張錢也不是進到我個人賬戶了 而是我給你一個方便選舉時 你會如何回饋 哇塞 驗證了 所以現在你要等遠雄回饋了嗎 沒錯 驗證了 所以說柯文哲不缺錢 你不要被他騙 他一點都不缺錢 只是不捨得花錢而已 然後柯文哲大爆料 2015年1月順 選舉期間本來透過民進黨立委 某某人柯建平介紹你 要去拜訪個大企業家 對方已經捐了3億元 給對手 不想中途換人 所以就沒有見他 這表示什麼 你也想去募款嗎 只是募不到而已嘛 對不對 有愛生恨就病名了嘛 郭台銘砸3億 我跟你講這 柯文哲你最好不要亂講 郭台銘會生氣 對 他這一次的選舉 他這一次連署 就不只這個錢了啦 所以郭台銘 又與柯文哲合作2020年立委 傳出江砸3億 拼實習立委 你看不要亂講 人家都病名了 人家對你不保 柯P密會企業家大老闆 影片曝光囉 市府說 市長重視與企業的交流 你以前不是說吃人肉嗎 怎麼現在你就是 重視跟企業交流 別人見面就是吃人肉 你見面就是與企業交流 實在是太離譜了